柴仔茶碗蒸, 大家應該吃過很多次 吃過不同的版本, 可以有蝦, 菇 今次只剩一個高級一點 出街吃, 可能吃一些懷石料理 才有機會吃到的家常菜 今次茶碗蒸的主角是蟹 整個蟹的精華, 由肉去到殼, 我們全部都會吃完 而且茶碗蒸的蛋水比例, 今集會和大家分享 一定不會輸, 做到一個叫做搖搖肉醉 但又不會散的茶碗蒸 我們首先處理一下材料 詳細的材料部分, 可以留意片味 大家眼前有一些活生生, 未睡覺的花蟹 蟹可以用很多種的, 但最好用一些甜的 例如是花蟹, 無蟹 肉蟹就不建議, 肉蟹的肉始終不夠甜 但不需要買一些太過齊腳, 或是太大隻 因為始終我們是要它的味道 太大隻, 反而是沒有什麼必要 好了, 第一件事洗乾淨之後, 就把它倒塌 然後拿去蒸, 蒸熟之後拿出來放涼 這裡有三隻花蟹, 其實我們只需要兩隻 多了一隻, 怎麼做做凍蟹呢? 沒辦法了, 今次在天光區買的時候 他迫我要三隻, 唯有買三隻 三隻買回來都是不值100元, 非常之便宜 但如果大家用一些大的花蟹, 價錢就會貴很多 我們放涼之後, 第一件事要拆肉 拆肉的步驟, 可以留意之前有條毛蟹的影片 主要是把蟹和鉗拆掉, 然後把鹽拆掉 然後就可以把蟹蓋揭開 中間有一個塞的位置, 記得把塞的位置拆掉 以及把中間的蟹要拆掉 那個位置非常之涼, 而且我們不想它在茶碗蒸裡面 好了, 拆開蟹之後, 這些花蟹會有些高的物體 我們亦需要把膏和肉分離 總之, 肉、膏、殼全部分開 做三個部份 這一刻就可以把蟹蓋的蟹位拿走 然後把膏全部拆掉 然後一樣, 中間的鉗、身、腳全部拆肉 這一刻我們要講一下茶碗蒸的歷史 其實茶碗蒸, 即是蒸蛋 這個其實並不是什麼高級的菜 其實真的是一個家常菜 很多年前, 日本其實是不對外開放的 只是開放了長期 所以當年是長期才有茶碗蒸的 然後不斷演變, 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跟中國的蒸水蛋比較 中國通常都是用水, 或者有些人用雞湯 但日本這一隻就完全不一樣 就用回他們的醬油, 或者是木魚水 即是出汁 所以這集是一個出外吃, 可能是吃懷石料理的時候 看到一個叫做茶碗蒸 這個茶碗蒸是用蟹肉, 蟹水, 和蟹膏去做出來的 其他的配菜, 例如海膽, 或者三文魚子 全部都是配角 這個茶碗蒸的靈魂, 其實就是全部在蟹裡面 蟹肉, 蟹殼, 蟹膏, 這個就是這個茶碗蒸的主角 拆好之後, 留下所有的蟹殼部分 我們會看到蟹殼, 這裡有蟹殼, 然後有些碎的蟹肉, 和一些比較齊整的大位 一些鉗位, 或者是一些腳位, 比較粗的完整位置 我們保留他們, 當然是有屁股 然後所有蟹殼, 包括在煲中 加入適量水, 剛剛蓋過就可以了 然後中火加熱, 這一步需要少少時間 我們要用小火, 像我們釣蝦殼水一樣 釣蟹水出來 盡量把蟹殼浸在水裡面 當它開始想微滾的時候 我們收入小火, 然後蓋上蓋子 我們釣蟹一個小時 然後這個小時, 我們沒有東西做 我們可以準備蟹膏的部分 蟹膏有些比較實, 有些比較水 我們是全部要一坨東西 我們不要一坨水, 或者一塊東西 把蟹羹全部混在一起 按到平平滑滑滑 變成這樣的東西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製成品 OK, 先放在裡面 一個小時回來之後, 我們試一試味 假如蟹水不夠甜 我們繼續釣蟹 我們一定要釣蟹水 是要甜的 不然這個精華便沒有用 我們試一試味, 假如它不夠甜 然後再繼續釣蟹 通常一個小時 你都不會死錯人 最多你八十分鐘 什麼都夠 除非你那個蟹水的水太多 然後過一過篩 我們盡量把所有蟹殼碎 全部隔出來 假如大家是隔不到的 我們要再隔一次 總而言之 這個蟹水是不能夠有蟹殼 或者是一些殘餘物在上面 這個會影響我們的蟹水部分 然後這一步就不特別多說 出汁 其實做麵士湯 做任何我們日本食物的時候 我放在上面 你自己按 這個就是我們的昆布木魚湯 滾起水之後 我們可以關火 把木魚碎放在裡面 蓋過, 焗到變回室溫 這個就是出汁 我們焗完之後 就可以將它油過篩 隔離它們 我們又是不要什麼木魚碎 浮在湯裡面 好了 出汁 蟹水 蟹肉 蟹膏 這個時候我們事不宜遲 開始吧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這集主角的配角 應該是配角 炸這版的海膽 但我們不會用少少 其他怎麼辦 然後準備一些茶碗 茶碗不太好 用食材搭夠 然後已經拆好的蟹肉 蟹膏 和一些比較完整的大位 雞蛋我們要兩隻 兩個茶碗 其實這個份量做到四碗 然後少少的調味 這個是醬油 但這隻叫做淡口 是比濃口醬油更加鹹的 味淋 然後已經切碎了大葉碎 然後少少的片栗粉 用來做蟹蟹 先補回一段時間 大葉碎 其實是把大葉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切成碎 這樣就可以了 由於之前做的手 今集就帶著手套 和瘦箱整 所以切出來就不太好 不好意思 突然間海膽少了這麼多 是因為剛剛已經拿出來做刺身盛 沒有辦法 手痕和想吃抽刀 叫條魚就一闊三大 叫了很多東西回來 至於那條片 之後再說 另外一個配角 三魂魚子 但不是必要 主角已經齊了 蟹就是了 第一件事 將出汁加入120毫升 然後10毫升味淋 10毫升薄口醬油 現在這個份量是一碗的份量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的碗有多大 所以這個是約莫一碗的份量 我們將蛋打進去之後 攪拌均勻 這就是茶碗蒸的蛋水比例 怎樣蒸都不會死 點蒸都會像一個就散 但又不散的茶碗蒸 好了 首先將碗 茶碗放些蟹肉 然後將蛋水過篩倒進茶碗裡 這步是盡量把多餘的泡 隔出來 但無論怎樣隔出來 茶碗蒸一定是有些泡在下面霧上來 大家要留意 茶碗蒸是不能夠有泡在蛋水上面 那怎麼辦 用火槍彈一下 燒走泡 沒有火槍的話 用根筋慢慢撕走 都可以的 然後下一步包保鮮紙 如果你有蓋可以蓋蓋 但這步是為了家裡沒有蓋的人 可以用橡筋去鋪 好了 搞定之後就是這樣 好像有泡 不要緊 有得它 然後就可以蒸 用大火 隔水蒸8分半鐘 然後這8分半鐘 就足夠我們做蟹水芡 首先我們用一個鍋 加入一殼蟹水 然後加入適量的片栗粉水 用小火慢慢加熱 加熱到差不多可以黏黏的 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太焦 好了 8分半鐘之後 我們可以拿出蛋 這個時候 當然是要拿出保鮮紙 然後我們首先 看看蛋的情況 蛋熟的時候 當然是凝固 不熟的 可以把蟹水放進去 可以把蟹水放進去 你可以看到剛剛好 可以把蟹水放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把蟹放進去 這次我們做兩個版本 一個是堆滿了 一個是砌得比較精緻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版本 多一點 做法有一個次序 首先是把完整的大位放進去 先把蟹蟹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放配菜 就是海膽、生雲魚子 然後記得蟹肉上面要放蟹膏 然後有一點切碎的大葉絲 這個就是一個大家可能喜歡的版本 我知道有些人喜歡 很多材料的茶碗精 但茶碗精應該要簡單單單 好了 完成這個 我們下一個 砌個精緻小小的版本 其實最大的分別 我們要突顯到主角 所以配角不能夠搶掉 而且那個東西真的不太大 一樣把完整的大位放在蛋上 淋上蟹蟹 盡量蓋過蛋的表面 然後把海膽整整齊齊 但不要這麼大塊 放在蟹肉的側根 蟹肉最好放在中間 主角來的 放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我們很容易弄散海膽 假如大家用亂膽或麻糞 它的形狀都很不一 所以記得把空隙的位置填上 然後沙文魚子千萬不要太多 太多就變成放題版 幾粒就可以了 點綴一下 好,記得蟹膏放在蟹肉上面 然後適量小小的大葉絲 一個比較精緻小小的版本就完成了 留一件東西 還有一個蟹膏 小小的軟軟的放在蟹肉上面 小心點放,掉下去就沒得夠了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嘗試想像一下那個味道 因為這個茶碗精 其實它的主角真的在蟹裡 蟹肉,蟹膏,甚至蟹殼都用盡 蟹的精華其實是非常之重蟹味 非常之鮮甜 你蒸蟹的時候 記得要跟著比例 千萬不要多 不要少 否則你的蛋有機會會太多化水 這個版本相信大家是非常之滿意 你外面吃一個茶碗精 我不知道你吃多少錢 但用這些配料 我相信100元都非常之划算 當然,外面吃這個版本應該不止100元 其實配料很自由 你不一定要用海膽 你不一定要用三文魚子 一個簡單單單用蟹肉、蟹膏、蟹水 做出來的茶碗精都可以很好吃 大前提就是要一隻蟹 所以你最好花錢買一隻蟹 最好不要用現成的蟹肉 完全不同味道 好,試一試蛋的質地 可以嗎? 我相信這個版本 在家裏做到的話 每個人都很喜歡吃 應該沒有人會說不好吃 因為它根本不可能是不好吃 好,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以下的材料 全部都可以在香港買得到 喜歡吃蒸水蛋的你 不妨試一試 可能你會對它有換言一身的感覺 好,喜歡的網友請你讚好 分享給朋友 訂閱頻道,追蹤Instagram或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說,拜拜